很高興大家來參加今天的哲學會寫情 那今天的主題是講話的吧 我是主持人 那我也把麥克風教給接下來教員這四位 就是今年共生的朋友 那今天與台人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宣傳的部分 他其實有點粗魯 就是一個是羅友維現在他那個感冒 所以他不變長期的談話 所以他由那個另外一位組長子龍來代替 那另外一位是陳薇廷 這位是桑園他今天另外有事 所以現在是由那個陳立昂來代替 那另外兩位是 這位是趙文小姐 然後這位是呂昂樹 那他們今天就是有參與今年的那個 228公生音樂節的手冊和策展的部分 那他們今天就是要來跟我分享一下 他們今年籌備的一個新路歷程 然後還有一些陳也就是去年其實就有參加 所以他們可能也會稍微提到 那接下來我就交給子龍 先開場 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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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為什麼我們會取較共生音樂節 那就是還沒有轉移正義之前 或者是一邊在做轉移正義 跟談228之前 我們邊談共生它會有什麼樣的危險性 就是其實我們內部也有討論過 然後外部也有被治理 那共生它是一個目標 那我們在這一個想像目的共同理 不管你的想像共同理是台澎或是台澎金馬也好 就是我們希望在這共同題內 可以塑造一個最終最終的目標是 各個族群他們都可以達到一個共識 比如說像228這個議題 就是很多的族群不同的族群 你用了不同身份 你對228的看法其實也截然不同 那我們要怎麼達到一個共識呢 其實我認為政府它的角色非常重要 政府角色重要不是說我們要一個教科書 然後寫說惡辣就是怎樣這樣 它就是怎樣怎樣 其他族群不要再少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子的 而是就是各個族群它可以出來對話 可以溝通然後去評判 過去政府可能做錯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交由就是司法程序來審判 或者是我們有人權委會來去說 你這個其實是違反人權的 然後我們現在2019年有簽兩公約 那依照兩公約如果把它這個法 變成國內法的話我們來看 就是政府過去的行為是不是有做錯 那做錯我們要如何處置 那這一方面需要跟民眾對話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需要 我們要詢問專家他們的看法 就是關於人權研究這方面 那共生是我們比較崇高的夢想 就是在談了這些政府的措施 或者是不同族群之間的誤解之外 我們當然希望這些紛爭結束以後 我們有個共同目標 當然不同政黨或是不同政治立場 對於台灣台風金馬也好 我們有個我們最基本的共識 可能就是希望這個地方 或是這個國家可以編論好 可能有經濟方面 或是生活水分方面 或者是人跟人之間互信的方面 我們可以達到總和解共生的想法 那在達到這個想法之前 就是眼看這個社會就是 其實人跟人之間的互信 其實有一句話叫 台灣最沒有公平其實是人啦 可是這句話呢 就是我有諸多的旨意 就是在過去 比如說有個人他曾經 你在路上莫名其妙被他打 就像可能228事件 就是像我阿公的姐夫 他曾經也是228受難的 然後他是 據我外國所說 他在百條工作 然後他一出門就是莫名其妙被打死 那你出門莫名其妙就是被打或被殺 那可是你過那麼多年 可能政府給你一些錢然後道歉 那就這樣就結束了嘛 就這樣就結束了嘛 就是我做錯事我道歉 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機制去防範說 如果未來再發生就是有人被打死了 然後我們政府馬上 我們這個新的民主政府 跟過去的那個權威政府 要所做的方式有什麼截然不可能做吧 我們怎麼去標榜說 我們就是一個民主的政府 跟過去威權時代不一樣 威權時代做法可能就是戒嚴 然後過了幾十年 我們都不談這件事情 課本就是很久很久之後才出現了 一夜談論228事件 然後非常的粗淺 然後我們都不能去談這件事情 這是威權時代做法 那如果是民主時代做法 政府做錯了一件事情 那我們公眾不會議論 然後司法該怎麼審判 是要用軍法審判還是都不判 就是都不管這件事情 那這是我們要值得去思考 那我們要怎麼去跟下一代去談這件事情 就是有人做錯事情 因為這個共同體之間 難免會有一些摩擦衝突 那在這個衝突之下 我們要有一個完善的機制去保證說 有人做錯事他會得到審法 可是我們也不會 他沒有做的事情 我們就說他有或是有罪推定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共生音樂節對於共生的看法 所以才會取比較這個名字 啊其實最初我們也沒有想說 就是直接有共生這個念頭 我們是想說228這三個字 就是寫出來就是共嘛 然後就是共就想說 有什麼字可以搭配共生這樣子 然後後來想說共生這個概念不錯 所以才取名叫共生音樂節 那音樂節的概念就是 它是一個門檻比較低的一個活動 讓大家去了解這一段嚴肅的歷史 那門檻比較低不見得是娛樂化 我自己在想就是去年我們有做很多活動 比如說音樂、展覽 然後還有很多彈位 然後還有出很多系列的產品 那我覺得自己深刻的反省 我覺得最娛樂化的東西是撲克牌 就是我們有一個產品是撲克牌 那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跟228本身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可是撲克牌大家就是過年玩 或是平常休閒的時候玩這個東西 可是你談228的時候 卻把它跟娛樂結合在一起 就是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妥當的事情 那至於說共生音樂節 我們為什麼要以音樂節這個形式 一般人講說音樂就是很娛樂的東西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在1960年代 那個各地 全世界各地的學生運動都是搭配搖滾樂 音樂 那我們請到的樂團也是獨立樂團 然後我們希望以音樂這個形式來發洩我們不滿 或是提出我們一些訴求 藉由這個形式 我們藉由這個形式不是過來就是覺得很High啊什麼的 然後很爽 然後就沒了 而是藉由音樂來表達 它就像詩一樣 它就像文章一樣 它都是最有力的藉由 然後可以表達出我們的訴求是什麼 那回歸今天的主題 我們要怎麼去談論228 那我覺得我們共生音樂節除了音樂的形式外 我們論述組 共生音樂節論述組就是 其實我們希望以一種不同多元角度的形式 來去談228 那這樣做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228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你以不同內場控角度 不同媒介來看 其實你都會發現 就是它有很多你意想不到之處 不只是課本裡面寫的 有關於一個老婦人他被打死的 然後全台就暴動 然後你也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對對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陳文熙被打死 對 就是旁邊一個圍觀的女民眾被打死 這樣子 然後 我們的首色裡面就是今年分了三個主題 第一個是藝文作品 第二個是歷史記憶 第三個是轉型真意 那我們希望以這三個視角 大的視角去看228 藝文作品就是我們會有一些詩人的作品 電影或者是談論畫作等等 然後我們來看待就是看那些藝術家如何去 由虛到詩去看待228 然後有些人他可能對於藝文作品比較有感覺 那他就可以藉由這塊角度去了解228 而不是從生意的那種史料來看 第二個主題是歷史記憶 歷史記憶我們有分就是從紀念碑的角度 有人可能對於就是那個紀念碑很好奇 每次走過去都不知道他寫那個碑文後面代表什麼意義 那我們可能會整理說最早紀念碑是在哪裡 那紀念碑有什麼意義 而且第一個紀念碑是在加一是由民間建造的 那為什麼在那個時代是由民間建造而不是政府 那他背後代表政府他的作為是消極或積極的 都可以藉由這個來告訴民眾 然後還有談教科書的部分 就是談教科書的部分就可以接到我們人權教育 就是我們用什麼角度去看228 去告訴下一代228是什麼 就可以明白說就是譬如說我們是以人權自由 然後希望政府就是在不希望民主政府 去以威權時代的那種做法來做 那我們228可能就不只是一個老婦人 她被槍托打傷這樣子的描述而已 我們還可以說一些關於政府的作為等等 然後如果是套用那個時候聯合國的人權宣言 這樣子適不適合理 然後希望可以讓下一代去慢慢思考 那接下來除了以多元角度來看 就是我們今年的策展 其實我們希望可以討論一些比較不為人知的 少數族群 比如說女性 比如說原住民 比如說三月屠殺以下的一些鄉下網魂等等 那女性的部分 其實我們如果概率去談228 我們基本上大概會看到一些外省的 不是外省 一些就是台灣的精英 然後他可能提出一些政治訴求 然後後來有個名單 那些精英就是被消失的 那可是那些精英大多都是男性 而且是漢人 那當中女性跟原住民又扮演什麼角色 其實我們相較之下比較少提到 那女性其實他所扮演的角色 可能是不是在228當下 而是在後228的那個時代 戒嚴的那個時代 通常可能是丈夫出外工作 然後莫名其妙被打死 然後有一位婦女 就是他扛起家計 然後照顧家裡的孩子 然後一手把他們拉拔擋盪 然後也不敢訴說這種事情 或者是家裡有人經歷過 可能他的親戚之類的 可能會遠離他等等之類的 他都要一個人默默辛苦的走過這些日子 在很多口述時都可以看到這一段故事 那原住民的部分 如果以原住民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他們經歷過 從可能清國、日本、中華民國 對他們來說都是由外來政府來統治 那他們在228年段時間 他們又是由什麼樣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呢 其實他們有提出一些自治的訴求 那也是我們在課本上面以 就是漢人的角度看是看不到的 課本不會特別寫這一段就是 那個時候原住民他們對於惡霸看法是什麼 簡言之我們認為就是課本做不到 然後不夠多元 然後角度不夠廣 然後篇幅不夠的部分就是 由我們工程音樂節來看 然後一方面就是最複雜的東西 我們可以做個整理然後有個脈多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吸引到不同族群來看 可能我是女性我就對於女性那塊散板 有比較想要去了解女性在那個時候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樣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人 前幾天我們跟FindMe就是有個訪問 然後他們有跟我們說就是很多人就是 其實覺得28不是就每年一直道歉嗎 然後就是該給的錢也給啦 那我們到底還要怎樣 就是可能質疑我們之類的 那我們提228轉型正義 我們到底就是政府還要做一些什麼 那他們究竟做夠嗎 那我們的看法是其實目前228轉型正義 他有一些問題就是 轉型正義其實他有很多層次 有歷史正義有補償正義 這兩者是政府做最多的部分 補償正義就是給發放金錢 然後還有政府慰問等等 其實在李登輝時代已經發放金錢 已經就是差不多足夠了 然後到陳水扁跟馬英九時代 已經做了非常多形式的228活動 主辦或協辦都有 甚至有拍連續劇 或者是人權影展等等 所以對於歷史記憶這部分 某部分是還滿足夠的 那其實其他層面還有形式正義 還有行政正義還有憲法正義 那形式的話大家可能比較清楚 就是像是納粹審判 以納粹審判為例可能就是把當時可能 你認為有就是檢察官可能認為有犯罪那個人 然後收集證據然後提起公訴等等 可是台灣有的困難是 因為這件事情他原本是不能談的 到可以談的時候 然後直到現在已經談了快30點 那些當初我們認為他可能是執行者 執行命令者他可能已經八九十歲 然後差不多已經死了都死了這樣 然後可能由他的後代來為他便服 可是我們也沒辦法去跟他後代就是究責什麼 然後這是目前的困難 那行政正義的話 就是說當時的公務人員 就是如果有幫忙做這些事情的人 那他該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該如何組織 如果他只是遵從商極命令 那這也可能算是情有可原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的文章裡面就是第三部分 轉型正義有寫到這方面 就是台灣究竟要怎麼看待惡霸轉型正義 那審判在台灣可行嗎 或者是我們要遵從南非的真相委員會 然後再成立一個人權委員會 然後去處理這件事情 去處理比如說像我們人權教育 還有關於惡霸的一些活動 然後等等之類的 那這一些是我加入共生音樂節以來 就是對於惡霸看法 目前我所了解的部分 那可能我就先講到這邊 就是因為今天有提到那個說有帶自學一年級的小朋友 然後只有你來問小妹妹說 你知道228是什麼嗎 太早 就是因為惡霸問其實就是 就是像你剛剛講的有年紀比較 就比我們年紀大 然後他跟他們對228的看法 我們用我們對228的看法 然後甚至是小妹妹 但是不知道什麼叫228 他知道嗎 那他知道的部分大概就是怎麼樣 他沒有想要問答 好 那就是我一直說 每個人有不同的角度 他會知道我東西會不一樣 那 就一個最簡單的講法 就是228這一天 應該是227晚上 就是他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販賣私煙的 那所謂私煙就是 當時煙一定要透過公賣群賣 那他不透過公賣群 然後再販售煙 這樣叫私煙 那在販售私煙的過程中 然後被就是私煙察事員 就是抓到 然後就用槍斗打他的頭 那因為這件事情 再加上台灣人民 對於整個當時的政府 有諸多的不滿 那這些情緒有加起來 造成就是大家去對政府抗議 那抗議的過程中 就是政府有開槍或是榴彈 那總之是有人在圍觀的時候 被榴彈射擊 然後死亡 那這兩件事情 引起了更大的反彈 那這樣的反彈 就是逐漸從台北 然後蔓延到了整個全島 然後蔓延到全島之後 就是造成了大概在3月9號 就是蔣介石派兵來看鎮壓 那3月9號之後 軍隊從基隆港上岸 然後一路鎮壓下來 所以我把這件事情給增加結束 這是一個大概的脈絡 那這也是算是我對228 就是這是我的角度 我對228就是一個我覺得客觀的角度 它大致上發生的事情也是這樣 那換個角度來想 今天你是蔣介石 那你人在中國打仗 然後我後面就是一個彈丸之地 然後我派一個人過去管 我覺得他很安全 所以我派了陳怡過去管 那因為我覺得他很安全 我的軍隊也沒有放得很多 結果陳怡現在就 就是 就是 對 都同樓子 你今天是蔣介石 你會怎麼辦 就是可以想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是我啦 如果我是蔣介石 我當然二話不說派一個鎮壓 我在前面打仗 後面都同樓子 我當然派一個鎮壓 那當然會有228 那如果今天你是陳怡 說欸 蔣介石派這個任務給我 我去掌管台灣 結果我他媽要同樓子 那我該怎麼辦 我還是派兵中央 就我還是趕快叫警戒石 派一個軍隊過來 那當然這次角度也不一樣 所以 如果我今天是台灣人 我今天是剛向梓董講的 我老婆在 我老婆坐月子 然後我出去 我要幫她買那個油飯 因為其實已經戒嚴了 但是我聽不懂政府的那個國語 我只是講明南語 那我聽不懂政府的國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外面已經戒嚴了 但是我老婆 我兒子都肚子餓了 我不出去買東西吃 我不行 那我出去買東西吃 結果在路上被憲民捨殺 那是不是很衰 那我會不會痛恨國民啊 當然會 就我意思是說 228這件事情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就每一個人對他的角度 看法會不一樣 那因為看法會不一樣 你會有不同的情緒 那就蔣介石來講 我啦 我覺得蔣介石他本人應該也是覺得蠻衰小的 就是 我在打仗 我後面同榮子 我派拳隊增壓 我有錯嗎 就是 有錯嗎 我是蔣介石的話 我也會這麼做 那所以 基本上 我會覺得 其實我不懂憤怒從哪裡來 就是 你會先選擇了你的角色 然後你會對 因為你是你那個角色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 你會有你的情緒 但是你的憤怒是其他人的憤怒嗎 就譬如說 好 不要說什麼 就是228受難者 就是譬如說令陽 令陽的 是外公嗎 就是 祖父 他祖父他在228時代也是受難者 對 那其實我就很貓妹講 他跟我皮事 呵呵 就是 對啊 我跟我有什麼事 那 今天我們在教育228的時候 呃 就像這位媽媽 你會想告訴你的女兒說 欸 228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但是 你應該要對他憤怒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對他憤怒 就是 你要把憤怒傳染給小孩嗎 還是 你想要讓他知道的東西是 整件事情全部賣 全部賣 就讓他自己決定 還是 你要告訴他一個情緒 對 那所以 呃 就我 我本人我會覺得 情緒是可以被淡化 情緒是要被轉化的 但是 事情是有賣落 就是 他那個東西是有個理性的系統 跟感性的系統 那 我們今天在談論事情的時候 如果 就是一直很著重在 就是我們要憤怒 我們要去 去做 一定要做到我們一些事情 那 我會覺得這東西是危險的 我不能說它不好 因為 呃 我也沒有 我沒有經歷過 就我不知道他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但 我只能說那是危險的 那所以我覺得 任何一個角色 試圖把他自己對惡霸的論述 感染到其他人身上 這都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那 反過來我們為什麼要做共生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好 就為什麼要做共生 第一件事情是說 呃 好 比如說去年 去年我們在做的時候 呃 我們在做論述的時候 我是隱約知道好像有被罵 但是 我沒有去 看這些論述 所以 我不知道到底被罵了些時候 然後隱約只知道說 好像共生這兩次得罪了一些人 對 那 我當時就會想說 哦 是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得罪那麼多人 這樣 好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說 嘿 對 你剛剛都不想知道 第三個 你剛剛講的 哇 我們下次要兩次次 還會有最後很多人 可以知道嗎 呃 我不在乎 那你可以什麼 今天 就算我剛剛講的 就是每個人會有每個人的角度 那我剛剛 那我剛剛 對 我剛剛只是提出說 就是一個蔣介石的角度 一個成一個角度 一個台灣人民的角度 對 你怎麼說台灣人的角度啊 他只能講他自己的角度嘛 對啊 就是 對啊 就是我提了各種角度 你沒有任何認識 會看到在裡面 好 不想說一個人對自己 不會解開 不管是正確 正確嗎 但如果說什麼事情 存在其真理的話 但大家不用在裡面做他們 因為 存在的事情都合理 對 對 這是我接下來想要講的 不是 就是講然後 背後是什麼 What's forever 有什麼更深的東西在裡面 不然你再參加就有什麼 就是我接下來要講 就是 到底為什麼要去台灣人 就我剛剛講的說 有很多人的角度 那好 就是台灣人的角度 其實 我相信大家會來做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也去參加過 就是其他學者 比如說像武士章 就是 自身位置學者人的講座 那 就是 他們有他們的論述 那 我相信大家會做在這個地方 不會就做在那個地方 一定是 就是 大家那個論述背景會有長 就是今天你不會 就是你純粹相信的 國民黨的所有史料 然後你還坐在這個地方 那 那我意思是說 大家都有大家的角度 那但是 你如果要用任何一個人的角度 去把它擴散到全部 去把它 就像國民黨政府所做的 他用他自己的角度 他告訴你說 蔣介石沒有錯 錯的是台灣人 那陳怡沒有錯 陳怡生這個是很親戀的好官 那如果你要用這樣的角度 去感染到其他的人 甚至把其他的論述全部打掉 那你現在做的事情 跟國民黨政府有什麼不一樣 是非對做 不是只在於私交而已 當然 可以從中所私交與台灣的這件事情 所以 蔣介石的立場 他的決策他只能要抵達 他說這是他的私交 那在討論那個私交的時候 其實你記得 現在中華民國還在台灣下面 剛剛兩位在台上發言 所有東西全部都建構在 中華民國還在台灣的私交 你們在講的東西是在想說 這個政府 當時那個政府 那你有沒有想過 台灣人本來可以擁有自己的政府 而非一個外來政權 你今天要討論視角 要討論蔣介石的視角 蔣介石的視角 所以差別人是正確的嗎 剛剛還在提到廣深 還在提到 等一下 剛剛講到正確我錯誤 其實剛剛兩位已經想講是非對錯 但是實際上 我一直講到現在 我還沒有說是誰會選錯 但是 我根本不打算告訴我 是非對錯 因為說 所謂的是非對錯 它不會 它不會是我現在講 我告訴你說 我現在大人發展 我告訴你 就是這種是非對錯 根本太簡略了 根本不應該把這個是非對錯 根本不應該把這個是非對錯 根本帶進去 所以我再告訴你的事情是 每一個人都每一個人的視角 如果說你直接談論共生 你卻放棄了脈絡的部分 然後說 沒辦法告訴你 答案是誰會選錯 那是脈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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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就是脈絡嗎 剛剛那個就是脈絡 我沒有說不要提到憤怒 我意思是說 你把憤怒傳染到脈絡身上 或是你把單身的視角 灌束到其他問題 3月8號 你還想成3月9號 那個其實有爭議 對 那是有爭議的 但是所謂的3月9號 這個算是蠻多人的審理出來 那3月9號算是比較多 其實不一樣 其實就是 那些個人都想發 然後 你說大家想發他 這個人都在同 你也是一個人想發 沒有 我意思是說 不是 我意思是說 把任何個人的角度 換出到其他人 那是 try to do something 還是這樣 呃 我有嗎 就是如果我有的話 今天我們會坐在這邊 然後這樣 這樣去 然後 對 但你只要講 對啊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但是我很 呃 怎麼講呢 我很會很講出 我對你的人去熱熱出的看法 但我 正是期待你 講出更深的 就是說 更深的是把大家都拉過來 各自講各自的 然後跟大家講 反正大家都有點OK 不是這樣 本來就是 我期待 對 那 那 請問大家可以稍微評審一下 RT嗎 請請 好 好 剛剛講到哪裡 來 好來 對 就是各自的視角 那今天 好像去年 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是 我們弄了一張 很大的獎盤 然後那獎盤的東西上面 就是 寫上了每天自己 去發生的事件 那這些事情的來源 是來自 一本 一本的字典 二本的字典 二本的字典 一本的字典 上面 然後把事件拉下來 然後拉下來之後 按照時間的地研究還可以 那 我覺得會比較有趣的東西 是在 我們在這件事件裡面 去加入 這是誰的事件 比如說 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就是 太太懷孕 然後有一個男性 然後要出去 就是買 麵線 奶油飯 然後上被獻盤的射傷 那這樣子的話 它其實 算是一個民眾的視角 它其實就是一個台灣基層的民眾 然後跟獻兵的 之間的 就是一個互動 那這個東西 就把它類似一下 然後把視角標準上去 那其實 當初會想要這麼做的原因 就是 其實我們很害怕 去把我們認為二二八 貫穿在其他原則上 就是 我認為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角度 我會覺得 我告訴你 我覺得二二八是什麼 或是 我覺得二八是怎麼樣 像我爸會一直告訴你說 就是 二二八就是外産不錯 他會一直說 就是那些外産人 然後 來了台灣 然後就搶他們的東西 然後最後還派出對龍 這是外産人的問題 但其實 呃 就外産人的角度 就是他有一些 會 有一些人 他不是 他其實不是外産的學位 他甚至沒有享受到學 他在 他生活的過程也蠻痛苦的 因為他同時被 就是工廠 那邊壓榨 然後但是他也被台灣人不同了 那 呃 其實我想講的是 就不管是怎麼樣的角度 你都有看這件事情看 但是 我們能夠做的 不是告訴你 我們的角度是什麼 而是 盡可能的 客觀的 把時間列出來 然後讓你自己去判斷 二二八是什麼 那 我會覺得 單一的程序是比較可怕的 那這是我的想法 對 那 但是你把所有事情列出來 然後 把整個脈絡告訴大家 那 但是那個東西出來的 會是什麼 那就是屬自己 不是別人灌輸 那基本上其實我會覺得 呃 比如說那些東西 都這麼養遠 比如說納稅 那他都已經這麼養遠 那為什麼要去談 就是那些分子都已經這麼養遠 對 好 我大概要解釋的意思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 如果一些真相 有在放一個事情 然後大家就自己有 一種 影響 這樣 那個人或是一個人 是不是覺得 那誰覺得把這個條件 來到你對 人不覺得 有可能 在一個人相似的時候 會再發生 就是因為它會再發生 所以我們才要去談它 因為透過不斷地談論 你可以從過去那些事情的脈絡 找到為什麼它會發生 找到為什麼去發生之後 你可以去不管是強迫政府還是怎樣 你可以用一種方式去讓政府知道他過去做出了這些事情 然後讓這些事情不再放心 所以你覺得是透過談對人的力量嗎? 談對人的基礎的力量 對人的任務是說讓他被談對人的問題 我大概差了 我想旅行術其實他可能略過一個東西 就是基本上我們在做共生 因為我去年怎麼講 所以我可以用我去年的角度來講 就是基本上我們是要把整個脈絡把數出來 就是把真相優盡量盡可能的沒有任何的觀點 然後讓他談在大家的眼睛 但是那個談論的過程其實並不是說 就是我告訴你我認為的是什麼 然後你告訴我你認為的是什麼 其實剛剛李王書講到漏講一點就是在於說 他說蔣介石的那個角度好像有messence 就是要太久了 陳怡的那個角度就是要太久了 可是其實事實上陳怡他不是一個人而已 他其實他背後他背的一個職務 蔣介石當時是應該算是總統吧 就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如果說中華民國的總統要面對問題的時候 他是用派軍隊來面對問題 那我們認為如果這個中華民國是我們認為的民族 我們真的應該認為他這樣的想法是合理的 就是我們應該去重新理解說 今天這個真相是這樣 那他導致的原因其實不是因為他是兩件事 他在那個位置上就應該這樣想 而我們應該反而去想說 他在這個位置上面為什麼可以這樣想 而我們不能去用我們的角度去反抗他 所以他論過的東西大概就是說 我們把真相看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應該是用我們現在所謂民主國家 或是人權的一個想法 然後去理解說 喔 你好 地方出錯了 如果把這東西抓出來 才有可能建立所謂的共生以後的一個完美社會 不讓納粹或是蔣介石跟228再讀法式 這是我們可以講的嗎 大概就是跳過是不是 那你還要繼續講嗎 還是要換什麼 那是道理 大家好 我是道理 那就是我今年第一次來參加那個奉神音樂決論述組 那我覺得就是因為剛透過剛好對話 就是我想到一句話 你覺得說是愛的相反不是仇恨是冷漠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都很開心 大家今天會願意來這裡 坐在這邊跟我們討論這些議題 就是當然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那都很好 因為我們是主辦的共生音樂集 可是我們身為主辦大會不會想說要藏在於任何人 就是一種論述 就是我們不會希望說大家全部都認同我們的想法 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見或者是辯論 我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 那就是今天上來之前就是我們的組長就是希望我可以談一下我自己個人的背景 就是就是我本身有在籌組一個讀書會叫做托籃者 那籃就是國民黨 就是或者就是這個籃可以是國民黨或是任何威權的代稱 對那為什麼會就是對於這個籌組這個讀書會有興趣呢 就是其實主要有兩個原因 就是其中一個就是其實我在上大學以前就是都還非常就是很支持國民黨 然後就是也有投過馬英九這樣 那就是有一次後來我就常上那個陳翠妍有上陳翠妍老師的課 就是台正大開始說 對當時是正大開始說的老師 那就是記得有一次在哲武這個場合 就是我們也是在就是以公正音樂結為主題 那當時我就有就是有有點就是憂慮的 算是憂慮的就問他說 那我自己本身是就是透過一些不同思想的就是衝擊 然後才讓自己解脫了這個威權教育的事故 那如果有些人他們就是就是一直到現在都沒辦法 就是就是脫離這種威權的思想那應該怎麼辦呢 就是我有點憂慮的問他 然後陳翠妍老師就說就是就是不會啊 你現在不就在這裡了嗎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說就是即使你是在一個從小 就是受到這麼多所謂的洗腦教育底下成長 你還是有這個機會說就是透過一些不同的 跟其他人不同的互動 或是透過一些自己的思考 然後可以來有自己一個新的看法 就是不會說好像你對歷史事件的認識都是在傳統的教科書底下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去年在佔領行政院的時候 然後當時就是我人是在行政院裡頭 然後我在那個側門就是是水車開進來的 那個就是要衝取眾的地方 那當時就是有一個人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是一個醫學系的學生 就是他看起來有點緊張 但是因為隔天要小考了他在讀共筆 然後我就有點好奇 然後想說奇怪你要小考 然後你拜筆記 然後在這裡讀共筆 然後我說那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你看你才這麼緊張 我有點好奇 我就說你怎麼看起來這麼緊張 他就很緊張然後一邊念書 然後他又說因為就是我的家族裡面 曾經有人是228的受難者 就是所以因為這個原因呢 就是家裡的長輩就會覺得說 你小孩子啊就是你就是乖乖念書就好 就是你乖乖念書不要管政治不要去抗議 什麼都不要做就是乖乖念書 然後有好的工作啊就可以有好的職業這樣 然後我就說那既然家人都這麼反對你參加類似的活動 就是為什麼你還會來這邊 然後他就說因為他就是他不能忍受就是 就不要這麼粗暴的通過浮浪的這個行為 那所以他就說我真的很害怕我的家人發現我現在在這裡 但是我沒有辦法就是類似說違背自己的良心 然後回去乖乖的在我的寢室裡面說 他這樣說 然後後來那個水車開進來之後 我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看到他最後一個畫面就是 他把手舉起來然後說捍衛民主退回符帽 然後內特就是他的眼淚就流下來 然後就是這一幕我真的就是上來影響我滿深 就是我覺得就是大家可能常聽到一句話叫做 就是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行蹤 但我其實之前沒有去深究這句話的意思 但其實我後來也有想就是可能在商務系以前 就是228這件事對我來說真的很抽象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國家暴力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警察會打我 那我也不知道就是為什麼大家會好像心中有一股傷痛 就是他們沒辦法好好地表達就是這個情況 就是這個情況 可是後來就是經過上任事之後 其實我比較可以理解 因為像之前正結的捷運上任事件 其實當期有派很多警察會帶來檢訟巡邏 可是我看到警察的時候我沒有安全感 我看到警察他旁邊有可能不是配槍是指警棍 我會覺得害怕就是我不會覺得警察 今天出現在捷運站是要保護我 而是可能因為我有一些抗議的行為之類的 我害怕警棍的對象其實是我 所以就是因為這兩個原因或發生的事情 我就會覺得說那是不是我們可以 就是可以透過這個音樂節或者是這個樂助組的手冊 就是我們不一定要一定要強迫就是大家或大眾說 我們今天要灌輸什麼在各位就是在大眾的身上 而是我們是不是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的觀點或不同的視角 但是目的不是為了要強迫大家接受 就是我們不是教科書就是這也不用考試 但是是不是我們可以就是成為一個小小的起點 就是大家對於我們的樂助組 有覺得不OK或不妥的地方 就是那也非常好 就是我們就是可以跟大家互相來討論 那就是另外另外就是其實共生音樂節今年有就是一個蠻主要的任務 就是因為明年是228事件70週年 那目前是第四節就是有一個成仙其後的角色 那同時就是在520的時候民進黨政府也要上任 那我們在記者會啊或者是在手冊都會特別強調說 我們希望就是成為一個算是敦促跟監督的角色 就是希望比如說在蔡英文跟陳建仁在選舉的時候 他們就有提出要設立真相調查委員會 然後也包括最近新聞有出現的就是不當黨產處理 那這些就是因為可能我們知道說之前 可能李登輝前總統或是陳建仁在執政的時期 他們可能因為立法院沒有過版之類的理由 就是沒有辦法做好或者是沒有辦法實際的執行或達成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如果工作生音樂節這個主辦單位 可能有一個小小的力量或者是有什麼就是 一點點影響力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這個就是角色可以去監督這個 監督政府可以完成這個任務這樣 好 大家好 我叫陳定良 我是新大臺文部所研究生 那今天原本 不是我來講 應該是那個後面那個陳偉廷 他是電那個博物館學研究所畢業的 然後後來曾經在中研院協助參與過那個學運展的策劃 那所以他對策展其實非常有經驗 今年的共生音樂節的那個靜泰展的展辦 大部分也是他跟另外一位同學一起做出來的 然後我想由他來分享那個策展經驗 可能原本應該會很精彩 那但是因為他今天那個妹妹結婚沒有辦法來參加 結果就變成還帶大 那我其實是去年的共生音樂節的論述組的組長 所以去年如果關於去年有一些問題的話 其實我也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回答 那我先回過頭講 為什麼會參與共生音樂節這樣的活動 我自己其實本身主婦是228事件的受害者 當然他不是真的被槍決掉 或者是說被路上殺害掉這些人 而是他曾經在政府機關裡面工作 然後後來因為被陷害在228事件的時候 逃亡了兩年 所以他有所幸躲過這個情難 那我今天沒有要細數到底我阿公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我前兩屆公生音樂節都一直在消費我自己阿公 想久了 對啊連連寫手生的時候都在寫自己阿公的部分 寫久了覺得自己有點在帶胃發言的味道 其實我自己小的時候知道這件事情 也沒有真的多在意這件事 只是知道這件事情而已 真的對我比較大的影響還是大概在小學 我中甚至高中的時候 讀到課本上面玩一個228的名書 然後再加上我高中的時候 開始做一些課玩閱讀 剛好讀到李曉峰老師寫的臺灣詞 然後看到228事件 我覺得幹這你們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跟女王獸的看法比較不一樣 我不覺得憤怒是不對的 我也不覺得把憤怒趕單給別人是不對的 事實上每個人都在從自己的角度去瞭解事情 那只是說你在自己的立場瞭解事情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各種情緒 但是如果你真正 你那個情緒過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才是重點 我們不能一直停留在那個情緒裡面 所以像我讀完了228的一些論述之後 接下來我就會開始想 那到底華公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後來才會幾乎再去往下追說 到底 譬如說去把華公以前被陷害的檔案啊 翻出來啊 看看到底他們怎麼寫的 或者是去親自扣幫我的阿嬤等等 那 呃 在有了這些概念之後 後來剛好因為有個機緣 就是在2013年的時候 呃 應該是陳醫生老師接任228 外外總會的會長 然後他希望說 把過去228活動的調性 稍微做一些調整 因為以往的228紀念活動 感覺比較控訴 然後年輕人 因為確實在我們這一代年輕人 周遭很多同學 很難真正進入到228 他們連看228都不願意 所以至少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東西吸引他們注意228這件事情 所以他那時候才 就是陳醫生老師才找來 呃那個現在後門咖啡的老闆 就是藍士博 去策劃來一個共生音樂節 那這個共生音樂節就是希望說 我們透過做一場音樂舞會 然後 呃 因為用搖滾音樂的形式 吸引大家的注意 那他來了之後 你再給他們相關228的論述 所以現場就會有 論述組的那個展板 還有手冊 那2013年的時候 我基本上沒有太多參與 那時候只是跟他沒有接觸 然後順便幫工生音樂節 那個活動提寫書法這樣 那到了2014年的時候 我才第一次開始加入論述組 在那個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的做法就是寫請 因為我們覺得大部分 其實對論述組的了解 都還是非常有限期 因為我們願意補資料或幹嘛 我們真正能掌握的東西還是很少 所以那時候的選擇策略是 請老師寫文章 我們規劃了五個主題 然後請每一個老師 大概寫2000字左右的文章 然後湊成一本書 可是到了2015年 也就是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這樣的事 就是這樣的種色 有沒有可能 我們要號稱是年輕人 要了解228 有沒有可能變成 我們自己來寫 那另一方面是 論述這種事情是需要累積的 不可能說 大家做完了228的這個工作之後 然後就離開了去做別的事 然後下一任進來的 共生音樂節的成員 對前一屆的人做的事情一無所知 這樣其實很可惜 我們最好的辦法 就是去年的人留下來 然後繼續往下做 讓人論述出往下成長 所以在2014年的 共生音樂節做完之後 那時候藍思國就問我 說可不可以 在厚門咖啡 策劃一系列的講座活動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們就把原本共生音樂節的二宿主 有意願的人留下來 然後再另外找一些其他的人 合起來 變成一個小小的組織 叫海雨暗潮 就是海浪的海 倒雨的雨 黑暗的暗 跟潮水的潮 然後這個組織 我們就固定在厚門咖啡辦 跟228相關的講座活動 然後到了去年 差不多9月開始 我們就開始寫了 這樣寫手冊 那這個手冊要怎麼寫呢 我就是回想到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 我們在看完了228論述之後 接下來就應該要設法去感同身受這件事情 因此那時候我們手冊的規劃方式是 前面第一個章節先找來寫一個228事件的結束 先讓大家知道228事件發生的狀況是什麼 再來是請我們的組員回家去詢問自己的長輩 到底在228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們家的情況是什麼 別人家的情況是什麼 長輩的經驗到底實際上感受到的是什麼 雖然說228事件 乍看之下好像只有一部分的人受害 可是我覺得在那個時代 活過那個時代的人 應該或多或少都會有聽說到底那個時候的情況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才規劃來 那時候我們規劃了一個章節 讓一些組員回去幫助自己家人寫了文章 然後細節成第二個章節 然後再來 對那是第三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章節就是 我們自己去做了一個228事件的小地圖 也就是說那時候228事件在台北大高層發生的時候 有一些很重要的地標地景 然後我們就去把它標示出來 然後選擇了幾個 選擇了其中幾個地景 然後去幫那個地景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那時候的理想是希望說 大家拿到那個手冊之後 稍微做一些閱讀 閱讀之後就實際上去走一趟 然後它就好像一個導覽手冊一樣 你可以隨著那個 隨著那本書 然後去認識一些 228事件發生過的遺址 而且更重要的是 讓你感覺到 這件事情 不是只停留在過去 而是一直都存在 我們大家的心中 那 呃 再往下進一步講 就是說 那除了讓大家了解之外 我們自己也很有立場 以我個人來說 我自己其實是有立場的 我最恶心最恶心的立場是 我覺得我是一個反政府的人 我覺得只要政府存在 就一定會做壞事 不管是中華民國政府 或者是未來有一天台灣獨立建國 事實上我不是華民 我就是一個台灣獨立的主張者 而且我非常討厭中華民國 你讓中華民國消失這樣 那但是 這不代表說 呃 我就相信說 下一個建立的政府 就一定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 呃 會希望說 我們應該要先做一些事情 讓 後面的 就是 不管 不管是未來的獨立建國也好 或者是說 在獨立建國之前 我們目前的現況也好 呃 我們總是要做一些事情 然後可以讓 讓這個社會 可以朝向我們 所理想的那個方向走 而且這個理想的方向 是我覺得我們 可以透過一些東西 來限縮政府的權力 限縮政府對我們的限制 那 盡量讓它 呃 盡量讓它具體客觀一點 所以 像 像是我就在想 像現在快要政黨 應該說已經 投票結束 然後準備新政府要上台了 我們其實就應該趁這個機會 好好的討論一下 接下來 政府 是不是應該 面對過去錯誤之後 然後我們都憤怒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些 很具體的事情 比方說 中正紀念堂的存在 你要不要讓它拆掉 是不是拆掉可以討論 但是我覺得 中正紀念堂 就是不應該存在 它是 呃 呃 不是說 蔣介石的功過 到底 呃 怎麼評價的問題 你覺得它正面也好 不正面也好 但是 我們應該更深度想的事情是 一個獨裁者 我們到底有沒有必要去 為他做一個紀念堂 還是說 甚至更往下想的是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我們 正因為我們會 做這種事情 比如說我們去把個人神化 個人偶像化 成敗化 反而導致我們不可能去清算這些人 然後把這些人當成一般人 然後去正視他做過的那些事情 所以像紀念堂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非常具體可行 會然應該要做的事情 再來就是 台灣 到處存在的銅像 這個銅像 不是在大學校園裡面 其實這幾年大學的校園裡面 開始有一些動作 就是大家可能會去做 對講這些銅像 所以現在都比較多幾個 但是 其實這些銅像都還深入在 譬如說 國高中 甚至小學的校園裡面 然後或者是我記得以前讀小學的時候 你們的那個教室上面 可能都還要放孫中山 或者是蔣介石的 就是這種個人崇拜性的東西 你覺得這種東西是 我們在省思過去歷史之後 應該要再進一步往下降的事 那這些東西要不要讓它消失 再來第三個就是路名 台灣到處各地都有那個什麼 中正路啊 中山路啊 而且你到每個縣思去 最重要的那一條路 都叫中山跟中正 那這個東西其實顯然是外加上來的 而且就是一種政府權利 要你習慣它來好 就是你只要想到中正中山 就是最重要的一條路 中正中山就是要好東西在那裡 對 我記得 我是還沒當國軍嘛 我有一個朋友當國軍 他說他在軍營裡面 那只要 就是軍隊裡面那種 只要 比較娛樂的活動的場所 大樓的民間可能就要中正樓 之類的 就是事實上這些東西 好像很知為莫節 可是實際上他是 政府透過他的力量 然後滲透到民間的一種做法 那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是靠我們對他憤怒就有不用子 而是要透過我們現在指導投票已經做出了一些改變 那接下來是不是我們還要繼續督促新上任的政府 去把這些真正的問題解決掉 好然後再來我覺得我今天還要談的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事實上 旅行說的問題是很多人都一直存在在心中的問題 就是到底坦228事件跟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比方說我剛剛講說我一開始很憤怒 然後我可能在我家裡讀了很多資料之後 這種資料坦白講你讀久了之後會慢慢的變成比較沒有感覺 也就是說你開始去思考問題之後 情緒的部分退掉了 那接下來你就會開始想說 好那這件事情到底跟大家生活的關係是什麼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把228事件 就到今年 比如說已經很多事情都已經開始做 比如說我賠償給我的 或者是大家可能也已經不願意投票給國民黨這樣 但是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是還不夠的 應該大家要想的是 228事件 它可以怎麼樣被我們在未來跟政府抗議的時候 抗爭的時候 變成一個籌碼 或者是威脅恐嚇政府用的東西 事實上到現在為什麼我們還必須要一直談惡吧 當然有我們也要理解以前人的感受 或者是很感情面的 比如說就像我個人想要解答家族裡面的困惑等等 這種東西一定有 但是我覺得如果對於家族裡面沒有這種經驗的人來講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怎麼面對未來 我們應該讓政府知道一件事情 你處理事情的方式有很多 不是只有用殺人就可以解決 你如果用殺人解決 速度可能很快 但是你要付出的代價很慘痛 一條人命你要賠很多很多的錢 當然不是我覺得人命就是用錢可以算的 而是說我覺得政府 我討厭政府就是政府整天都在跟我們算這種東西 政府絕對不會站在跟任命感同身受的立場去思考問題 他一定思考怎麼做事情對他比較有利 對他的政權會不會比較有幫助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挾政府 告訴政府說你如果用殺人的方式處理 一條人命的賠償金你賠不起 再來是如果大家普遍心目中 就是說大家都建立好一個概念是 殺人這件事情要付出 就是你如果政府動用國家激起殺害的人 人民兩輩子三輩子之後都不會原諒你 然後你可能政府做的這件事情 你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都拿不到政權的話 你覺得政府會不會害怕 我覺得政府是 當然他可能還是會有其他考量不見的害怕 但是至少怎麼樣 至少怎麼樣 至少我們增加了一項籌碼 可以去跟政府談判 那我相信久了之後 就是說朝這個方向走 久了之後 政府在思考事情的方式上 他可能就會選擇避掉 用動用武力 或者是用比較殘暴的方式解決 他可能會用更細膩的方式去處理問題 當然那不見得是我們一定想要 但至少用殺人的方式解決問題 已經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自由 那我們也唯有不斷的去提醒說 殺人這件事情是 代價是很高的 他才有可能 政府才有可能記得說 好要選擇方案的時候 不選擇這一項 那我覺得這個是 接下來我們談論228 一定要談的事情 而且也是我覺得現在 在談228很重要的一個意義 好我先講到這邊 那前面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出來 我可以再做解釋 那先謝謝思維的分享 那 有耶 你有沒有要補充的 他還是這次論述組的主張 那 那 我先在開放提問之前 我先 有一個東西想要請 道理 因為我有看你的文章 就是 你有提到那個 嘉莉的紀念碑 其實是那時候 他是 從 一開始 從 推導 後面那個 向的那個 開始運動 然後 再來正常 他們 再去做 228的一個 事件 他應該說 那是什麼活動 就是 追思 活動 那 所以才 醞釀出那個 青年碑的過程 那正常 我們先生有稍微提到 就是 他展望 就是 去漢 這個事情 那可不可以請你 調一下就是 正常 這個事情 就是 我們 在樂述組 就是每年的從策裡面 就是會規劃一些 主題 那 今年的主題 除了 歷史 就是歷史教材裡面的 228 然後 跟 轉型真影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歷景 歷景方面就是 紀念碑 那 因為我本身是嘉義人 所以我寫到就是 全台灣首作 228紀念碑是在嘉義的 那 在當時的 呃 當時是 剛剛 解連 所以到時的氣氛是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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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 火車站前 將 浮碰的 銅像 拉倒了 但是他們 原本想要在原職 設立 設立 228紀念碑 但是 經過一些 當時的市長是 張柏雅女士 那經過當時的一些 寫箱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在原職設立 所以他們後來就在 交流到底下來 就是 在泥土路上 設立 紀念碑 那 在設立的過程中 其實也 受到 官方 或非官方的一些 土腦 包括說 就是他們 當時還需要派人 就是在 施工期間 不斷的 不斷的 因為 其實 嗯 當時在 談論228還算是一個 一個禁忌 對 所以 228明年滿70週年 但是其實我們 真正公開談 或者是在 就是 大家可以 不會 不會很 故階的去談這件事 就是也是最近 30年來的事情 那 就是 228紀念碑 就是 在當時 就是 他當時的 意義是說 嗯 因為剛剛 就是 有比較關於 志南陽先生的部分 因為 呃 正陽先生 就是他 也是主要發起一個 紀念 228活動的 的人之一 那 他 針對當時 228紀念碑的設立 就是 有將 呃 無縫 洪相 這個事件 帶出來 他 他 他的特定意思是說 就是 呃 應該在 原住民的部分 可以 就是 真的可以 呃 擁有自己 文化上的驕傲 不會好像是 就是 在 國民黨來臺之後 所有的 所有的文化就是 以 漢文化為尊 那 所以 回到我們 今年的 公聖音樂園節的主題之一 就是 原住民的部分 就是 因為我們 的 我們概念是希望 呈現幾後 就是從前面三屆 然後到 今年是第四屆 所以 包括 女性的部分 原住民的部分 還有三月屠殺的部分 就是 我們希望 呃 大家可以再把 呃 再把 就是視角多 關注在一些 可能二八事件中 嗯 沒有這麼被 呃 注意到的族群 就是 在當時的 事件中 就是 呃 對於 女性 就是包括 就是比如說 受難者的 呃 呃 配偶 然後母親 姐妹 女兒 就是 他們雖然不是二八事件 本身的受難者 但是 呃 因為他們 呃 家中 有人 呃 是 嬰兒入獄 或者是 遭到 遭到 牆壁 那 他們可能 一直到現在 或者是 在他們 呃 就是 中其神都會 需要背負 這種傷痛 所以 呃 我們把這些族群 拉進來 其實也是希望說 嗯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說 呃 就是受難者 雖然好像 就只是 當時只是一個名字 或甚至可能只是一個編號 但是 他們 每一個人 背後代表的 都是一個家庭 跟 包括我剛剛有 剛剛有講到 就是一個家庭背後的家族記憶 可能 你心裡就是對於 這個政治這件事情 就 本身就很匯懼 也影響到 可能 呃 你之後 或者是你在想 教育小孩子 就是心裡就會有一些陰影 想說 呃 那如果 今天我做這件事 我是不是會有一些 不好的後果 就是心裡 就是心裡就會有一些陰影存在 然後也可能也影響到我們之後的 包括一些民主的發展 或者是 包括 呃 對 政府的一些認知 或是對於自己 可以參政權利的一些 一些展現 謝謝 道德 那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 請問 那 也知道大家有想要問 就是 不論是 可能想要知道 228 或是 想要真正好 謝謝 呃 幫老師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 你剛剛提到的 接觸證 剛剛想知道 就是說 也就是 每一個人可以想 達到的目標 那 或是你自己達到目標 可以分享一下 或者說 也是可以猜一下 就是 那 我們先講 監督政府的部分好了 就是 因為我們今年 有計畫邀請 蔡文女士上台 然後我們會遞交 一份轉型的訴求書 那 目前他還在就是 抽出時間 然後看能不能夠來 那 我們會遞交 那如果他來的話 我們 有 會寫一份 轉型正義的訴求書 然後請他 就是 提交給他 然後 他 代表他接受 那他接受了之後 呃 配合我們 共生音樂園 今年的主題 我們在這裡 就是 代表說 共生團隊 或是 惡霸人 都在這邊 然後看著心證 他要如何去弱勢 他要選情的承諾 那他接受的這個動作 就代表說 我們都要看著他 然後看他未來 一年、兩年也好 然後他要去怎麼弱勢 然後跟 民進黨先前執政 有什麼樣的差別 像是 人權委會這種東西 就是 他競選的文宣裡面 其實有提到 可是 可能因為一些因素 國會或是什麼因素 沒有弱勢 那新的民進黨政府 他在這個時候 能不能都落實 我們都看著 然後 如果他不能落實的話 可能我們明年後年 就是或者是 完全都沒有行動的話 明年後年可能一樣 70週年就會發起運動 然後不主題 可能就要比較激烈的激昂 然後再告訴政府說 我們訴求是這樣 你們沒有做到的是哪些哪些 然後你們去年承諾了這些東西 可是你們都沒有做到 那可能召開記者會 然後在工程音樂節一樣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承諾又落空了 然後這個政府 他的信任度受到質疑 然後用群眾力量告訴他說 如果你這樣的話 你可能下次就要選票 你得不到權力 然後作為這個政黨的政法 這樣 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們團體的合作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除了音樂節的展覽之外 我們會邀請很多的團體 來我們這邊擺攤 就是任同我們工程音樂節裡面的團體 他們都會來這邊擺攤合作 然後順便宣傳他們自己的團體 那我們之間的合作的話 其實有一些團體也是講一些 關於文史方面的 那在這方面我們採用228 我們可以跟他們合作 有一些團體是講人權 或者是司法代給的部分 那也可以跟我們合作 那就是我們會尋求不同團體 跟我之間這個主題有什麼共同點 然後我們一起可能辦這個活動 那當他們之後會有辦一些轉停正義 或者是白色恐怖 或是等等的歷史活動的時候 我們也會現場資源 那我們之間的關係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我們區別性就是 我們的形式很特殊 我們是音樂節 然後我們有展覽 我們會請老師來講真正圖書館 然後包括國家人權有的 國家228國家紀念館的人來講 曹信榮老師、林雄華老師來講說 228這件事情 然後甚至導覽之後會有Q&A的時間 就是你有不同的立場 我們都可以坐在地上 就地坐下來然後談論 像是去年我有遇到一個 他算是原本是在中國有被迫加入就是國民黨軍隊 可是他不想打仗 然後後來隨著國民黨軍隊來到台灣 然後那位先生就是他有說就是他後來就逃掉了 逃掉之後他可能就躲起來 然後旁邊就是跟他一起來是他的妻子 然後他就訴說他對於對話的感覺 跟就是當時政府做事情的態度的感覺 然後瞭解 然後並說就是他可能他自己本身支持台灣 可是他跟聲變說就是台灣還沒努力 台灣不是國家這件事情就是沒有人可以理解他 大家都覺得就是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然後他就是覺得很寂寞 然後不知道什麼跟朋友說服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都互相跟他差不多都互相解答 包括也有中國遊客剛好經過 因為我們去年的場地是在自由廣場 今年是在開道 去年在自由廣場的時候有一些就是中國遊客來 然後看到我們這邊的活動很好奇 然後覺得我們書在賣什麼活動好像很盛大 然後我們就說我們是討論有關於惡霸的活動 然後請問他們有沒有聽過 那他們多半是沒有聽過 就是課本也不可能教這些 他們只會如果教台灣的話 只會有什麼阿里山、日月潭就是很漂亮 所以他們來遊玩的時候都會選擇這幾個景點 那比如說那既然你們根本沒教育 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可以一起來聽一下展覽等等之類的 可以了解一下台灣的一些歷史 然後他們聽了就覺得很有趣 那我就說那我們這邊有書 就是你們也可以買 然後接下來就請問我們有趣就是分成兩個 就是有一批遊客他們是認為說這個書帶回去 不知道會怕怎麼吃不敢買 另外一批是覺得說這個很有趣我要趕快買 不能回去買不到 所以就是我也覺得就是接觸這些人很有趣 然後可以跟他們說一下就是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然後或者是對於政府對於民主人權 國家的傾向然後一起談論 那我覺得做下來討論 然後接觸一般民眾 這也是我們跟其他民眾最大的區別 我會簡單幫你剛剛講的話做一個那個蕭蕭的整理 簡單來講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柄做大 因為很多比如說要衝撞的 或者是你要去分析要去搞中正經驗等等 這些事情其實每年都有人在做 然後事實上也很多人想做 那但是我們覺得有一塊東西是沒有人把它補起來的 那一塊就是比如說當你把那個漆PO上去之後 人家問你說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 其實必須要由一群人去把這個理由想清楚 寫成書做成展版 然後讓很多人知道 然後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這樣的活動其實目標 我們自己的定位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讓大家更多人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資訊儘量讓錯誤降到最低 這是我們比較希望做到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順便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不喜歡共生這兩個字 但是事實上我一定要強調的是共生不等於原諒 而且我覺得叫共生音樂節總比叫和解音樂節 好就是我們其實沒有希望另外一群人去死他 就是大家今天還是得一起生活在台灣這塊島上面 那大家如果要一起活下去 那總是要想出一些辦法互相協調 找到一個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答案 那我不覺得共生等於我要原諒另外一方 就是他今天得罪我或是他今天殺害我的家人 因此我要原諒他呢 我覺得不一定要原諒 但是我也不可能反過來說做出很傷害他 或是把他趕走的事情 我覺得是應該大家坐下來討論好一個方案 然後彼此可以接受但是不需要互相原諒 就是我最後的一個總結 那還有我們想要問 問來 大西級醫師事件之後還要問他 想請教這些比我年輕的一輩 各位 我是956年在海南出生 那我一直在看這一段歷史 我的解讀都是我怎麼樣看圖說故事 那剛剛你們這些比我年輕的人 在看這個歷史的圖像 所說的故事裡面 讓我想起很多事情 第一個我想請教的是 你們的 我想請教會 這個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